全員股方面可以怎樣選擇呢? 我寧願選擇一些本地性概念 或者受惠本地的防疫措施放寬的一些股份 就會比較好些 我選擇哪些呢? 這些領展都可以去修復 但策略上我們寧願等分多幾柱 因為你始終下行的壓力比較大 整體是大事 我覺得你等它回調一點 如果你之前沒有買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落到66 或者是留下的水平才慢慢地分數收集 理論上來說 這些是一些收息股 無論你623也好 或者823也好 傳統上如果那些太息 這些叫做無風險資產的利息 其實會升上去的話 或者你美國加息 至於錢買銀行 其實都越來越吸引的時候 對於這一類的收息股份的吸引力 相對上會變低了 如果你真的很傳統地去想 那是對的 但實際上你又要去 overall的股市去看 你不能夠忽視它 因為這些是相對上比較穩陣的股份 長期又可以穩陣派息的一類股份 所以在相對上波動 又不是有比較強勢的板塊出來的時候 每逢波動市況之下 資金其實流入這一類型的股份 而且相對上 息口又吸引的股份 那個情況都頗明顯 所以你看到大市 其實對下來 你領展其實層面底很快 其實它也是回響回 而且它的調整幅度 也不是那麼強 無論你是823也好 又或者是823也一樣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它始終在港股 就是想找一些安全的避風港 以及即使你去 計算它的absolute return 去看這些股份 是不是完全是很正 又不可以說完全是很正 因為你對比起其他股 這些是穩穩電鍵 而又可以讓你穩定收息的股份 所以其實不需要它太過憂慮 因為港股沒有什麼特別的sector 可以很明顯 現在走回一個up trend 或者上市份追勢 即是你領展不到 而你有很多不同的sector 你又要擔心那個監管 所以這些就是很多時候 它就把很多錢放進去 你一不賺你就會放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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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